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原来是从事媒体行业的 在节目选题 我接触到了景泰兰 就觉得这是宫廷艺术 非常的高贵 我就去拜师傅去学 他的学名叫同胎掐丝法郎 明代宗 那个时候他酷爱景泰兰 当时的年号是景泰 命名为景泰兰 这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年号命名的工艺艺术品 景泰兰是宫廷里的重要的器物和摆尖 每一个娘娘的宫里面 它都有那些景泰兰的摆设 但那个时候主要是以蓝色为主 有很多人认为景泰兰是不是景泰镇的瓷 其实完全不是 瓷器它是用泥土来烧的 而景泰兰它是用铜来做的 咱们制作景泰兰的第一步就是制胎 按照我们设计的器型来 景泰兰它是分七大步骤 从设计 制胎 掐丝 点缆 烧缆 打磨 镀金 这七大步骤 这个每一个步骤它要分很多个小的步骤去组成 这是点缆之后的样子 这个是完成了这件作品的样子 整个的过程实际上按照小步骤来说 我们要一百几十道工序才能完成 一件大的作品有一年或者几年才完成 当时我在进入这个行业时 那个时候手工艺人不是特别多 也有很多会从事其他的工作了 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因为这个工作太枯燥乏味 这个行业实际上是比较低迷的时候 比如说做的景泰兰都是以小件为主 那种大的重器比较少 工厂在制作的时候它没有设计 只能接到了这个任务 然后就做 觉得这种工艺慢慢地这样下去 它就会消退 我就很想从事这个职业 所以当时就辞职了 专职做景泰兰 我想试着去尝试做了一点小作品 后来就越做越大 做了一些大的重器来呈现 从一个完全专业不同的跨到另外一个行业里 它肯定是心里是有落差的 手艺上也没有人家那么精 对我来说是一种考验 看了很多书 学了很多的中国的传统文案 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的知识的匮乏 它不仅仅你只要会工艺 传统文样的寓意 传统文样的表现手法 还要有一个自己的理解 典兰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一样 它有一些过渡色 这些诱料的颜色经过火烧之后 它会有一个新的变化 变得稍微深一点 越来越入义 看到什么都想 这个可不可以用景泰兰来尝试 我去年做了一件作品 因为它的形状太特别了 它有不同的曲面 我无论做了多少次 它都是失败的 但是还想再试一试 甚至晚上做梦我都能梦到 后来我就坚持又在做实验 做实验反复地做实验 给一件作品最终呈现出来 而且非常完美 我就特别开心 但证明了我的工艺上 我能够达到这种高度 那我就愿意做更有难度的作品 这个手表的表盘 只有0.35到0.38毫米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正面的设计实际上融入了 咱们中国传统的图案 这是战国时期的错金 我想用景泰兰这种传统工艺 表达现代艺术 我希望它有一些传承 在设计上 我愿意创新 我愿意听年轻人的声音 我希望景泰兰能够到 这个本科院校去学 让这些大学生去了解 感受景泰兰的这种美 我在农业大学开这个课程 他们非常积极踊跃地报名 我只限定了100个人 我的课是爆满的 很多学生上完了课 都跟我私下直接跟我联系 我们还能不能够再继续学习 让我感觉 其实我做这件事情做对了 而且特别有意义 我希望通过它 向全世界去传播 这种璀璨的中华文明 拜祭拜祭